再来看到4号凌晨2点左右 吉安乡的中央路上有一家汽车保养厂 是突然窜出火苗 由于起火的位置是联动铁皮屋 而周遭又刚好都是轮胎行 五金行汽车保养厂等等 毅然物品是相当多 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一共是有6间的铁皮屋受到波及 那么现场还不断地传出爆炸声响 而大批的警销赶到现场支援后 火势也在两个小时后顺利控制 所幸这场大火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居红色火焰不停燃烧 时不时还发出爆炸声响 火势是相当猛烈 这是4号凌晨2点左右 吉安乡中央路上有一家汽车保养厂 突然窜出火苗 由于起火位置是联动铁皮屋 周遭又刚好都是轮胎行 五金行汽车保养厂等等 依然雾势相当多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民众在睡梦中也被农烟呛醒 赶紧逃了出来 火势实在是太大了 一路延烧5户共有6间的铁皮屋 在一旁的其他汽车厂业者 就怕受到波及也赶紧把车开出铁皮屋外 消防队员到场后出动怪手破坏门窗 好让水能灌进铁皮屋里头 大批警销赶到现场资源 总算在两小时之后火势才慢慢控制 深夜中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人看得出目惊心 在消防队员及时抢救过后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许理清江湘报导